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财经频道的特别报道 中国经济新布局看地方 那么今天呢要把目光聚焦海之南 我们知道海南省呢是位于中国的最南端 陆地面积只有3.54万平方公里 但是呢授权管辖的海域面积多达200万平方公里 所以呢海南省是我国国土面积包含海域在内的第一大省 是的在30年前啊 在海南省呢刚刚设立之时呢 全岛是没有一个红绿灯的 生活在中部山区的近百万少数民族啊 他们经过30年的不懈努力 海南的生产总值呢从57.28亿元 发展到了2017年的4462.5亿元 那么地方财政收入呢是增长了226.8倍 是我们知道就在10天之前的4月13号 在庆布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的大会上 习近平宣布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那么这样一来海南就有了4张新的名片 那就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国家旅游消费中心 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 海南省的决策者们应该如何来面对这一句 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考呢 推进自身的改革呢 海南它作为一个全省域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特区 它的经济发展可能跟其他的经济特区相比 还是有差距的GDP刚刚突破4000亿 然后全国的排名倒数第4 那作为一个三十而立的这样的一个海南 您作为省长您怎么给它诊断开方子 你的这个问题呢是我想起了2013年 习近平总书记的海南来视察的时候讲的一句话 改革开放是海南的关键一招 所以你说叫我用一个词 我想用改革开放这个词 海南因改革而生 因改革而性 海南过去的发展靠改革 未来的发展还得靠改革 开放更是龙齿 海南是一个孤岛 内部市场小 又没有非常丰富的各种资源和人才 因此呢 海南的发展必须靠开放 如果对大部分的省来说 开放是为了发展 那对海南来讲呢 开放这是为了生存 因此呢 未来30年 海南必须把改革开放的大旗一扛到底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的第二天 国务院就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支持海南全面生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 意见指出 在海南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体系 并提出了多重政策性优惠 一天后 以海南省省长沈小明带队的自贸区调研团 就赶赴福建 进行为期三天的调研 我们这里讲的开放其实是两个含义 一个像世界开放和国际建议 我个人认为 对于海南来讲 这个开放还有像先进兄弟省市学习的意义在里面 两天多的时间 代言团马不停蹄 先后走访了福建18个考察点 涵盖国际贸易 行政服务 港口物流 旅游经济 会展经济 创业创新等方面 白天调研晚上开会总结 每天研讨都要到夜里12点 调研的最后一天 考察团一行来到了厦门 厦门的总部经济 和邮轮母港的建设 都对海南的基建意义很大 游轮码头未必要专用的 我们现在山亚有一个游轮码头 海口在做一个游轮码头 我们所有的游轮码头的方案 全部都是专用的 其实效率是低的 你看它这个游轮码头 把旅游码头结合在一起 所以你看它的饭店是有人的 它底下的咖啡厅是有人的 如果这个游船码头 它是一个专用码头 这个游轮码头的这个企业 可能就亏死了 所以我们以后搞游轮码头 一定是什么呢 一定是要和其他的功能要结合起来 福建调研团只是海南 众多调研团中的一个 4月15日之后 海南先后派出 11个由省领导带队的调研团 奔赴全国11个自贸区 进行考察调研 调研一结束 各部门就迅速开会总结经验 拟定方案 这里是海南省政府的办公大楼 在我身旁的这间会议室里 海南省省长正组织各部门 研究制定具体落实 海南省建设自由贸易区和自由贸易港的一些具体的措施和方案 那么这几天呢 我也是跟随海南省省长 先到福建调研 然后再会到海口 我在这栋楼里啊 见证了很多人 这几天都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啊 就因为要抓紧速度提交具体的措施意见 两天之后 他们就要将第一版的具体的落实实施意见提交商务部进行审核 那这也让我真正的见识到了海南节奏 这样的节奏 我相信能给海南带来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4月13日后 海南开放的政策接踵而至 4月18日 公安部宣布 从今年5月1号开始 在海南省实施59国人员入境免签政策 免签入境后停留时间统一延长至30天 将团队免签放宽为个人免签 进一步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这无疑将有助于进一步扩大旅游业开放 对促进海南的民航旅游事业 提升海南旅游国际化水平 起到积极作用 说到海南的产业经济 我想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房地产行业 的确房地产曾经为海南经济带来过辉煌 但是也曾经留下过一堆的弊病和泡沫 4月14号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 意见当中就明确地提出来 要制定预案 稳定市场预期 坚决防范炒房炒地的投机行为 就在昨天傍晚 海南发布了关于进一步稳定房地产市场的通知 宣布海南将实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同时在已经出台限购政策的基础之上 实施海南全域限购 可以说海南控制房地产泡沫的决心是非常的坚定 那么在不依赖房地产的海南经济布局 都有哪些新的思路呢 我们继续来看 今年的那个海南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我记得您说过就海南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 减少经济对房地产的依赖 房地产能占到海南经济的50% 为什么要去掉 因为房地产对经济的支撑不可持续 建房地产要用土地 土地用了就不可再生 全国人民对海南房制的需求是无限的 可是海南的土地呢 确实有限的 因此呢 这个简单的道理就注定了 海南不可能永远靠房地产吃饭 因此呢 海南必须要有新的经济增长的动力 海南不靠房地产 壮士断腕之后 海南靠什么 我们现在有谋划的 是路 海 空三个方面 所谓路呢 就是狱种 我们叫南凡狱种 海南因为气候比较热 其他地方水稻中一季 中两季 我们这里水稻可以中三季 全中国70%到80%的植物种子 来自于海南 接下来呢 我们要把狱种 当作一个高新技术产业来发展 海呢是深海 我们要发展深海产业 空指的是航天科技产业 你知道海南有一个文昌航天发射基地 我知道 这是我们国家第四个航天发射基地 我们离赤道的轨道最近 火箭发射上去了以后啊 最容易进入轨道 最容易进入轨道 因此呢 它需要带的染料就比较少 需要带的染料比较少呢 它就可以有更多的重量来装载盒 装科学仪器也好 装其他的装备也好 染料带的少呢 它发射的成本就低 我们定位在什么呢 定位在商业航天发射 航天国际合作 以及大口径火箭的发射 除了培育产业以外呢 我们第二个要发展的就是 要发展新的消费动能 在海南省博欧国际医疗先行区的超级医院里 正在进行一场特殊的手术 一位四岁的儿童正在植入 全球最新一代人工耳窝 如果是在南京做的话 就是没有这个新 就是前一代的 我们听说这边有更新的 然后我们想说还是到这边来做 因为毕竟是植入在孩子体内的嘛 能给它最好的 当然是最好的 手术中植入的这一款人工耳窝 目前还没有在国内其他地方上市 之所以能在海南博欧使用 是源于一项特殊的政策 4月2日国务院发文 医疗机构临床急需 且在我国尚无同品种产品 获准注册的医疗器械 授权由海南省人民政府 实施进口批准 在指定医疗机构使用 这一款人工耳窝 正是海南省审批通过的 第一批医疗器械 目前使用这个医疗器械方面呢 跟国外还不能达到同步 一些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器械 往往特别是直路级 往往要经过大概三到五年 甚至长的要八年 才能进入中国市场 今天是完全完成了相应的手续 第一批 从这个保粹区拿出来的 能工耳窝产品 是国际上最先进的 同步使用的这样的一个 能工耳窝产品 它的意义就在这里 我们国家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选择去国外 去看病 去体检 打疫苗 打疫苗 2016年的统计数字是全国60万 60万人出国去寻求旅游医疗 统计大概40%是晚期肿瘤等重症病人 四分之一是体检 八分之一是整形美容 这个其实是医疗卫生领域的马桶盖问题 它反应的也是医疗供建和民众的需求不匹配 前两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在海南建立 博奥医疗旅游先行区 我们就可以把本来要到国外去旅游医疗的病人 吸引到海南 我想大家都还记得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当中还提到 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鼓励海南省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路子 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探索经验 是的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作为一个有着优质生态环境的国际旅游岛 海南将如何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新格局呢 我们继续来看 陈庆是海南霸王林保护区的科研人员 每隔几天他就要上山一趟 一待就是好几天 每一棵植物你都很熟悉啊 对 这个螺桑 这个是酒节 这个是 海南山龙园 陈庆从小生活在霸王林 他说 小时候在森林里玩耍 大树繁茂 抬头都看不到天空 1970年代 祥英建设号召 十几岁的他成为了霸王林的伐木工人 一片片森林都被砍成过荒坡 到了八十年代为了保护生态环境 霸王林停止砍伐 陈庆由一个伐木工人变成了森林的护林园 再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见到了生活在这一片森林里的海南长壁园 海南长壁园是全球最宾威的林长类动物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 由于栖息地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海南长壁园一度仅剩下约七只 1980年 八王林自然生态保护区成立后 陈庆和他的同事们 努力修复八王林的生态环境 系统保护长壁园 目前海南长壁园已有27只 虽然现在八王林在逐步开发旅游 但原则是 绝不开放长壁园生活的核心区 主要是要在周边搞一些旅游 还是可以 还是可以的 很好的 对大众的一种生态认识 五年来 海南不断完善环保体制机制 大力开展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 绿化宝岛大行动造林近200万亩 完成生态修复22.2万亩 三沙岛交种植苗木315万株 海南省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 62.1% 依法拆除违法建筑 2810万平方米 清理存量用地28.9万亩 连续五年完成国家下达的 节能减排任务 未来 海南将实施最为严格的 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构建高效统一的规划管理体系 率先建立现代生态环境 和资源保护监管体制 那生态环境肯定是海南的 这个核心优势 保住这个军犯丸 海南要怎么做呢 我提了四个最严 第一 最严谨的规划 第二 最严格的制度 第三 最严厉的监管 第四 最严肃的问责 通过这个四个最严 来实现 对海南生态环境 最严格的保护 这个就是 我们对保护生态环境的 基本态度 那我也知道 像今年海南也 确实是取消了 对十二个市线的GDP考核 也是出于保护环境的 这样的一个考虑吗 是 我们保护环境方面 有很多具体的措施 取消对十二个市线GDP的考核 是为了发挥考核指挥棒的作用 希望我们这些中部的市线 他们把保护生态环境 放在最最优先的位置 而并不把发展经济 作为最优先的位置 另外我们岛内 这个以国内最大的力度 来推广装配色建筑 也是为了要减少建筑垃圾 我们目前正在思考 我们岛内要不要 采取格外严格的措施 来限制汽车的排放 来加快推进新能能源汽车 在海南岛的应用 等等等等 经济繁荣 社会文明 生态易居 人民幸福的美好新海南 我希望省委省政府 和全省各族人民 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 去逐步的实现 总书记 给海南描绘的这个蓝图 我们下来 海南描统的火灾 给海南描统的运动